您好,我是张天书,在读书、子栏目为您朗读各种名著,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谢谢您的支持,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。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,进出新加坡监狱,即近年来在中国的异端并赴体无常识。 本书是作者七年前出版的自传,进出中组部,简称前者,续篇,分上卷、下卷,及附录三部分。 本视频包含该书章节,第二章,在国内曾经的辉煌的部分内容。 从小节,2.2进中组部,考察第三梯队,继续说起。 上回说道具正顶考察习近平,这回继续说。 第四,参加各种会议,发现青年才俊。 1984年秋,李锐派我参加在墨干山召开的中青年经济科学讨论会。 我设计一张代表调查表,其中除了基本情况外,专设了困难阻力, 要求希望和今后计划三项,向代表分发。 根据对调查表的分析,我写了万字的一代新人在崛起的调查报告,焦李锐。 10月,李锐在新华社的《料旺》周刊发文,介绍我这一报告。 墨干山会议后,赵紫阳重视青年经济学者, 随后成立了国家提改委提改所。 我参与提改所的组建和此后五年的诸多内部研讨和公开活动。 1985年春,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成立。 会长是赵紫阳的秘书抱同,副会长陈一兹,陈远,王岐山,我被推荐任理事。 1985年秋,北京市青年经济研究会成立, 是领导陈远任会长,马凯任副会长,也拉我担任常务理事。 1984年秋,团中央召开青年改革积极分子座谈会, 团中央第二书记胡锦涛主持,请我发言。 我推脱。 身边的清华朋友,团中央第三书记刘延东说, 老延,彭彭长骂。 我上台砍了五分钟,都是耳目一新的人人心中皆有, 口中皆无的尖锐实话。 刘延东向胡锦涛和李源潮介绍了我。 1984年冬一天,上午参加在西苑饭店的中国城市年鉴成立大会, 下午出席在友谊宾馆的年鉴内部骨干小会和晚上在北京饭店的宴会。 一天三个饭店,三个会,被上至国家领导人, 中至各级官员,下至研究人员的众多经济学者所认识。 1984年底,我代表中组部参加了在京西宾馆召开的, 当时具有重大意义,事后引起巨大争议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。 1985年元旦,参加诗刊组织的诗人聚会。 元月三日晚,清干局,就是我,与团中央共同举办青年作家座谈会, 二十余位作家与会。 我慷慨激昂声讨清污,满怀申请表示, 清干局是青年干部之家,当然也是青年作家之家。 有困难,找我们。 当年下,张康康请我到工运学院的家中, 反应其夫吕嘉明,即郎图腾,作者江荣, 应参加1979年的西单民主墙,被无关方面政治歧视。 我急请有关方面收敛。 第五,为重用各代知识分子呼吁。 李瑞1984年春在人民日报发表, 尽快启用一代新人,反响巨大,好评如潮。 其中,文革的老五届大学生,年轻人的锐气和热情没有消失, 有瑞聚中年人的审慎和经验。 使成千起后,要在中国的下一章起决定作用的一代人这段话, 是我根据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为李瑞起草的。 全国许多老五届们,致信报社,感谢有人为他们说话了。 情感局同时和我,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, 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的一个问题, 谈正确对待工农兵学员和屡经磨难趋于成熟的一批人, 论老三届。 即尽快启用一代新人,肯定老五届大学生后, 又为工农兵学员和老三届中学生仗义直言。 百万老五届四十多岁了,许多被提拔成各级领导, 千万之众的老三届还没有被普遍认可。 崔武年和我幼著万言论文,谈谈老三届。 这样,就把文革时期的大中学生全部网罗到党的青年干部队伍中, 第六,整党中说真正的危险是缺少民主。 1984年中组部整党, 新干局对陈部长的对照检查一片赞语之声, 唯独我唱了反调。 同事崔武年感慨, 严怀发言挺有新意, 他说,陈部长讲自己的部族是稳重有余, 创新部族。 如果反过来,创新有余,稳重部族, 他还能当组织部长吗? 真是异于重地。 针对陈部长说他曾受阻的影响, 我调侃在中组部所还是比诱安全。 我对自己的剖析也另吹反思, 严怀说他思想理诱的东西比阻的多。 我很惭愧, 曾经是左的比诱的多。 清干局学历史出身的崔武年, 白天记录各种会议, 晚上日记抒发感悟, 举他在清干局经历成书, 我的83个月, 香港高文出版社, 2003年中, 对我的对照检查有700字的记录, 扼要如下。 文革前, 我是正统纯真的人生观和肤浅教条的世界观。 文革十年, 行动是斗争、 挫折、 锻炼、 思想是盲从、 思考、 成熟。 我对政治问题与当局相议的看法, 引起非议、 催当事记录, 严怀认为过去的错误, 并不是个别人的疏忽, 而是普遍性社会思潮。 文革这样的总体性错误, 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, 还可能在局部发生。 真正的危险不是三种人, 而是缺少民主。 实践证明, 靠现在的这套人事干部制度不行, 要改革。 局内正统的老同志不满, 小言, 对照个人检查, 你怎么对照党的政策、 制度和路线? 我不是弱, 整党, 就是要整党组织和党员两方面, 而党组织比党员更重要。 第七, 因婚变邓颖超预赶我初中组部。 1969年, 我与清华同系同年纪的黄某恋爱。 1970年, 我们一同被分到甘肃无微。 1972年初结婚年底生独子, 共同生活后, 因性格巨大差异, 感情不和。 1975年, 一起调回北京前, 我要求到经济离婚。 抵京后, 这一城下之盟理所当然被他拒绝, 我们虽处于冷战状态。 1978年, 我们先后从远郊区调城里到煤炭部。 我与中学同学, 某报摄影记者合谋婚外恋。 1982年, 到中组部后, 我就住到距中组部不远的父母家, 与妻子正式分居。 妻子到李锐家, 如实反映我的婚外恋。 1983年, 中组部机关党委书记, 清干局和煤炭部生产私领导教育我。 周书记, 你和老婆都是党员, 高干子女, 清华毕业生, 在中央机关工作, 多班陪。 其他三位局长也顺势规劝我。 我表态四个条件。 一, 文革清华学生一万。 二, 中央党政机关几十万人。 三, 全国党员几千万。 四, 高干子女成千上万。 符合这四条的万二八千, 都适合做夫妻。 随后李锐找我。 1983年6月11日李锐日记, 上午在京西宾馆, 约颜怀谈, 炫导和好。 颜认为吵得太厉害, 夫妻关系, 终生学问。 李锐生前让我看其日记写道我的部分, 并允许我发表。 1984年, 元旦和春节的陈元又两次约我谈婚姻问题, 说陈半感到压力。 二月李锐副部长训事我, 你的是闹大了, 都说我包庇你。 你写个材料。 我向布林岛交上申诉报告, 详细汇报。 我婚姻问题的前因后果, 与妻子性格的巨大差异, 表明我义无反顾的坚定态度。 李锐做了中性的批示, 暂时风平浪静。 1984年3月, 李锐你派我参加湖南整党指导小组, 是必留在湖南。 湖南已要我去任省组织部副部长或长沙市委副书记, 电子部长江泽民也要我去干部私任领导。 李锐说, 你回家和老婆睡觉一礼拜, 就去湖南或电子部。 我答, 我是不考虑, 不睡觉, 不当官。 后由黄克诚女婿赵杰冰, 顶替我赴湖南任省维组织部副部长。 1993年, 召回中组部任部领导。 1984年五一节, 邓颖超邀请我们全家去中南海他家做客。 我岳父母与周恩来夫妻有半世纪公干与私教的渊源。 岳父1929年, 接替邓小平任党中央秘书长。 岳母是南昌骑义女兵, 撤退途中, 背起腿部重弹的陈庚赶上部队。 邓颖超在周恩来逝世后, 孤独且练就, 与岳父母过往甚密。 邓见到我岳父母和我妻子, 惊讶, 小岩怎么没来? 妻子哭恕我的劣迹。 次日政治局开会, 邓颖超对中组部长陈也平说, 严怀这样的思想腐化, 分子要清除出中组部。 又次日中组部大会。 陈部长传达邓颖超指示, 中组部的年轻干部要抛弃妻子, 老革命女儿与记者搞婚外恋。 不能留在中组部。 部长虽未点名, 同事们都偷偷看我。 会后我找李锐, 我要求调离中组部, 不能再给您添麻烦。 李锐不同意, 不能为一个糊涂老太太的一句气话, 断送一位优秀干部的一生。 在部长办公会议上, 李锐说了上述的四个一, 强调邓不分管组织工作。 他的气话不是上级指示。 邓的指示就这样被降温和谐了。 10月6日李锐日记, 上午, 中组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周, 解兵, 清干局长李, 致民来谭严怀家庭纠纷, 两年多不能解决。 这年秋天一天, 我接到河的电话, 我在附近采访, 晚饭到红定楼吃。 饭馆单间的盛餐后, 我预买单。 何胡弄我, 我已经交了。 出门后, 我怨他扑张, 何说, 交什么钱。 我报道一下, 他们就多赚个万二八千。 我次日到红冰楼, 看菜单精算, 昨晚餐费交给经理。 当晚和怒斥, 谁让你去送钱? 给我把人得罪了。 1984年秋, 中央已决定李锐调离中组部, 他还关心我的个人问题。 1985年, 逛春节庙会, 何女要给我买贵重礼物, 我报到的个体户, 送我千元红包。 我生气, 赶紧退回去。 他解释, 人家说是年底奖金, 他发涂地也是一千。 我讲理, 工程师月薪才九十七元, 一年不过千余元。 你怎么能一下子就? 他攀比, 报社别人拿得更多。 我不讲理, 别人我管不着, 我的女朋友就不行。 他委屈, 你的女友就该清贫倒霉。 我不管, 不退。 跟你没完? 他发怒, 你就是一贯老左, 中学中左, 当什么接班人, 大学大左, 迅速入党, 文革极左, 当红卫兵头头。 现在烂组织部左的出奇, 左的可怕。 谁愿当你女友? 年轻气盛势不两立, 当即分手, 事后双方都觉得, 分歧巨大, 水火不容, 皆不退让。 双方的妹妹们, 现多次劝和, 无功而返。 最后, 结束七年恋情, 友好分手。 1989年, 我自我放逐, 和女通过我妹妹转告, 我家在海外有些扩亲戚, 你若有难, 让她们资助。 钱, 没药, 情, 一直温暖着我。 五年后首次回国, 立即拜会, 感谢昔日女友, 此后多年友谊延续。 感谢各位的关注, 敬请期待, 下一期。 该书第二章, 在国内曾经的辉煌。 2.2进中组部, 考察第三梯队。